問題… 再來説 其實我們的疲憊或是一些不適備症狀 是不是跟存活率有相關 現在很多大數據的分析都會告訴你很多新的資料 比如說我們出現在一些食慾不振 或是疲憊 或是體重減輕 或是喘得症狀類 你只要出現在症狀的患者相對沒有的病人對 他的存活率都比較差 你發現你有任何這種的情況 他算起來的分數如果有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跟沒有這些疲憊症狀比起來 就存活曲線明顯就是不一樣 就兩條曲線 如果說你沒有這些疲憊症狀病人 他的存活率就比較好 有比較明顯疲憊病人他的存活率比較差 這當作是一個客觀跟主觀的一個指標 讓大家了解癌症治療 那你乳癌病人對 其實大家看根據你不同的化療對 其實可以觀察到說 其實在疲憊裡面都是很常出現的一個症狀 分成不同的一個嚴重度 那你發現說幾乎九種的病人有這方面的問題對 那根據不同的化療 不管是紫三層人家小美或單純紫三層對 其實他的化療造成的疲憊其實都不低 不應該去輕忽這個患者的情況對 那你發現說 你除了你治療的種類的多元性 你產生疲憊也不一樣 如果單獨以只有手術來講 這種產生的風險技術可能是0.83 如果說你手術加化療 或是手術加化療加電療 或是手術加化療加荷爾蒙治療 你隨著你的治療越多元 你產生病患癌性疲憊的機會就會增加 所以你要關心就是患者說 他做這麼多治療 會不會有更多癌性疲憊 你可以了解他相關的部分 那不管在門診或是在住院中 其實你如果說去做一些問卷調查 大概有9乘2的病人 所有癌症病人對 都有癌症引起的疲憊的情況 那你會發現說 在9乘你面對 其實一半的病人是屬於一個輕度 我們剛才講輕度是0到3分 那中重度就是4到7是中度 重度就是7分以上叫重度 那你會發現說他的分佈大概是這樣子 那比較有趣是說 其實一半的患者他會主動跟你提起 那換句話說 另外一半的病人可能不會主動去提出 你可能主動要去問他 那這邊你會發現說 就是56%病人會主動跟醫護能力提出他的提備 那醫護能力曾經可以病患提備處置 只有55% 代表說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是治療盤 就會引起這種疲憊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輕忽這個 就我自己來講 可能也沒有特別注意這個 這幾年慢慢的 這個觀念慢慢出來 很多藥物出來輔助 我們才慢慢去認識說 其實癌症病疲憊是真的是一個疾病 也需要特別去注意關心 那發現說 乙乳病人對75% 事實上是有這個癌症疲憊的 那27% 其實就將近四分之一的病人 它是屬於中重度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出過 其實是屬於第四起乳來病人對 健保目前有幾副 換句話說假設是屬於非第四起 如果病人還是希望用這方面的治療 那可能可以病人解釋說 是不是願意自費去處理了 那我們目前治療相關的那些病發症 包含像憂鬱、食育不正、疼痛、 雖然困難跟疲憊 可以發現說其實如果以這些症狀來講 最困擾最嚴重的反而是癌症疲憊 代表說我們過去有可能是輕忽症 因為我們病人跟你講他睡不著 我們參觀說你就開個阿妹藥給你 他跟你說可能把這些東西疼痛 我們會開止痛藥 但是病人跟你講他非常的疲憊 我們好像說阿妹藥要多休息就好 但是沒有提出一個真的解決病人的情況 代表說我們這次上課之後 可能回去好好試試看說 病人跟你講說他很疲憊 我們什麼方式可以真的改善這些病人的一些症狀 那其實現在很多學會 像那個癌症安寧 或者是護理學會 他們也是真的做一個治療的指引 所謂治療指引就是說 搜尋有關實證醫學 然後做一個相關指引 讓一般的護理人員或是醫護人員 有遵循去治療這些病人 讓他來醫院能夠接受好的治療 那這裡面可以發現說 第一個我們要先進行評估 大家可能手上背一些量子 有0到10分 讓病人指說大概疲憊到什麼程度 如果疲憊小4分以上 我們可以用非藥物治療 什麼叫非藥物治療 比如說我們做一些運動阿 營養飲食阿 認知行為治療或是睡眠味噌 我們可以轉介各科別上去做這種非藥物治療 如果4分以上進到中重度疲憊 我們可以加上一些藥物治療 像一些有符合這種 癌性疲憊的適應症藥 像我們之前講的PG2 那時候其他用像類固醇 中蘇神怡興奮劑 我們下層的 номinENT 大家都看到PG2 我們下層的顏色 我們下層的按摩劑 我們下層的商品